各位观众大家好 这一次澳洲之行的重头戏 是和袁洪斌老师进行了一番交谈 同时也请袁洪斌老师 就整个郭文贵事件 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阐述 因为袁老师在201718年的时候 曾经跟郭文贵有过交手 后来袁老师把一波挺国会的成员 全部给拉走了 成立了报协 我跟袁老师也开过一个玩笑 我说如果没有成立报协 那么当年那些 就是挺国会的那些成员 后来极有可能有一部分人 主要是以民运认识为主 极有可能最后还是深陷泥潭 然后到今天极有可能 就是郭文贵流氓犯罪团伙当中的 那些污点证人 也说不定 那么袁老师 他自己为了整个的郭文贵事件 也写了一本书 创造并毁灭郭文贵 这大体啊 这个书名 我们在袁老师 可能是袁老师附近啊 那个一个图书馆里面 我们对他进行了一个专访 那么专访的录像呢 我准备过几天 把它放出来 分成上下两级 我这两天先放到呢 是韩尚孝教授的上中下三级 那么韩教授呢 他最早也是郭文贵的一个支持者 那么这一次呢 他在视频当中就说 当年被本地的一些民运人士忽悠 就郭文贵事件发表一些看法 而且是炮口全开 他说走上了短暂的挺国之路 他是他一生的耻辱 这个一生的耻辱啊 从别人嘴里讲起来 我都没所谓 但是从韩教授的嘴中讲起来 这是需要一定的勇气 因为韩教授啊 他对一些事情的一些看法 都都都都有一些与众不同啊 而且呢 他对自己的一些整体的评估呢 也和我们有一些不一样 所以因此 他对这一次郭文贵事件的这种啊 这种可以说是深刻的自我剖析 我觉得这体现了这一代知识分子啊 我说的是七七七八七九啊 应该是整个中国啊 呃 知识分子当中 尤其是改革开放啊 那个年代 精英中的精英啊 韩教授是七七界啊 那么这一代人现在都已经啊 如果是从政的话 在中国都是很多人都走上了啊 副省级副部级以上的岗位 当然也有像韩教授这样的啊 袁文贵老师这样啊 走上了一条反叛之路 那么袁教授的这个三级呢 肯定大家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啊 比如说他彻底的否定了 呃 这个中国人的所有就所有的优点 呃 他希望中国啊 这个世界对中国华人啊 有一个排华的这么一个 一个浪潮出现 那么他也不想做一个旁观者 嗯 他说如果排华反华反到他头上 他也愿意啊 面对 所以韩教授的这个观点 虽然我我也跟他交流 我说你这个观点可能表现出 你在整个过程当中可能比较孤独啊 他说他就是要享受这种孤独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一起啊 来看一下韩教授的这三集啊 呃 这个这个谈话 呃 那么这三集呢 我觉得嗯 我们可以不同观点 可以互相证明啊 啊 那么这个呢 我也在这里呢 也做个小广告啊 语言洪敏老师的这个上下两集呢 我准备就在这这一这今天是星期节 我就这一周吧啊 我就把它推出 嗯 呃 我想呢 就是袁老师 他对郭文贵事件的剖析 虽然有些观点 呃 不是每个人都赞同的 但是没有关系 在郭文贵整个事件当中啊 呃 我们 每一种不同的角色 每一种不同的切入点 我们都怀疑啊 因为 我觉得对待像郭文贵这种世纪剧片来说 他一定有每一种不同的呈现方式 嗯 但有一点最后我们都归到揭露过郭文贵这个骗局这上面来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 啊 我这次在澳洲呢 我又觉得收获也挺大啊 呃 我在这里要特别感谢呃 轻较老师呃 感谢吴建兄啊 呃 感谢三百壮士的当中的代表啊 我们通过这一番的这种切磋跟交流啊 特别是轻较老师当中穿针引线呢 呃 好几次都是轻较老师买的单了 嗯 就是呃 这个所以我也 我认为这个不太好意思啊 啊 呃 然后呢 我觉得呃 我们作为三百壮士的一员呢 呃 我们在 我们在这一场大片的过程当中 我们所结成的这种互相的信任理解友谊 呃 将会伴随我们的余生 嗯 这个三百壮士是一个海外海内外吧 一个 那当然主要是人员在海外啊 这个一个特殊的一个群体啊 为什么主要说是在海外 因为海内不太合适 结成这样的一个群体 因为特殊的国情所致 海外这都没关系啊 我们互相搞一些串脸啊 这么等等啊 海内会会会会 我我我个人呃 在海内持消极的态度 在海外持积极的态度 但呃 有一些同道啊 我们也可以保持一些交流 但是我跟中国大陆的那些 呃 街路过路的人员之间的联系都非常少啊 一来呢 他们可能呃 那个上网也不太方便 二来呢 跟我们这些海外这些人联系 其实都有一种不确定性啊 我个人不是特别积极 主动的去联系啊 那么另外呢 我这一次在澳洲呢 也呃 包括袁老师那边也有啊 几位朋友 那么我看到推特跟油管下方呢 都有一些朋友呢 愿意跟我聊聊天呢啊 聚集 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吧 嗯 我因为时间也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就没有跟啊 大家就说取得取得联系 在这里呢 也是声表欠你啊 另外呢 还有个重头戏 呃 大家都知道 那埃里克先生呢 是不久前呢 从中国大陆啊 呃 叛逃到 呃 澳大利亚的 这么一位啊 他自己所说的中国的前特工 那么就围绕 埃里克先生的这个问题呢 我倒是有比较大的兴趣 呃 想跟埃里克先生 做一个直播连线 呃 当然最好是面谈 但是因为 因为一些原因吧 嗯 那么所以呢 呃 我现在正在跟埃里克先生啊 联系中啊 因为这个倡议呢 是我提出的 呃 我后来 埃里克先生他发现 然后就跟我联系 那么我呢 现在这两天 我我我再继续联系 如果呃 有什么准确的消息呢 我跟大家报告 嗯 我们就在视频上面啊 用连线的方式 就我个人对他的一些 言行的疑点 我会提出一些问题 那么我在这里要声明 假定埃里克先生 成功的说服了我 嗯 并且呢 呃 以他所说的 啊 这些事证 来证明 他确实是 中共的一个 啊 全特工的话 呃 我愿意啊 呃 在我的频道 以同样的时间长度 做一番 啊 深刻的道歉 啊 那么同时呢 我我个人也不会 因为埃里克先生 到我的频道上来 然后呢 呃 我就好像是 穷追猛舍叫人下不了台 这这就完全不会 我会让埃里克先生 呃 对我的一些 呃 一些一些观察 呃 提出 他所认为的 呃 这个 呃 一些不同的观点 或者是 甚至是一些 比较严厉的批评啊 我我都是只欢迎的态度 啊 那么 呃 我们期待呢 这些都能够很快的 能够啊 能够能够提供给给观众 嗯 呃 这次澳大利亚呢 呃 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呃 澳大利亚是一块 呃 非常 我我认为啊 就是适合居住的地方 在世界呃 适宜居住的人口的城市当中 悉尼墨尔本啊 一直是名列前茅啊 这确实是名不虚传 呃 不过呢 价格是有点贵啊 家底有点贵 呃 我就说两个 一个呢 就像水 就喝的那个矿泉水啊 有点贵 嗯 它基本上都要 呃 澳币三块五一瓶 呃 据千鸟老师介绍呢 在 大的超市最便宜 一块 一块八 那 还是贵了一点 嗯 我觉得 相较于加拿大来说还是贵的 加拿大物价已经很贵了 呃 那么最便宜的 当然最便宜的就是第三世界国家 哈哈 新加坡 我想想啊 新加坡我没有买过 呃 这个可能不 绝对不要三块五 这是肯定 我记得在机场里面 我曾经在美国的机场 见到过三块五美元 一瓶矿泉水 但是在机场 那你在超市里面买三块五 贵了一点 哈根达斯的 这么小啊 这么小的那个冰激凌 买六块 呃 好像似乎还可以哈 还有呢 去机场的那个地铁啊 他们叫火车 只有两站还是三三站 忘了啊 四站还是最多是四站 十八块钱啊 十八块啊 呃 那个那个那个奥币啊 而贵 还真贵 可能澳大利亚的人 呃 收入可能比较高 那么那天去见杨明老师呢 另外还有一位民运人士 呃 也也也参加的 我就问他 我说现在租金怎么样 他说租金啊 就在市区 一室一厅 要两千块钱一个月 还挺贵 真的挺贵 呃 因为因为不知道收入多少哈 呃 另外呢 我觉得哈拉利亚的那个旅馆啊 这真不贵啊 嗯 对 真不贵 这个旅馆 那那那当然是 那当然是贵的了啊 呃 你就是那种旅馆啊 呃 就人民币啊 我们说 我们说人民币吧 啊 像人民币差不多 八百到九百块的旅馆 啊 基本才能住 否则的话呢 就是青年旅社 啊 那么八百到九百的呢 就是 有有的呢 就网络特别不行 还有的呢 他 他他他都不按时 给你那个 这个这个这个整理房间 这相当于中国的二星级水平 啊 他们当然写着的好像是 有的都写着四颗型 但是就相当于中国的两星的水平 这一点呢 呃 好像我我我个人该观察 而且这种服务水平都不不不高 嗯 他晚上九点钟 啊 不要九点 八点半以后就没人了 那个 吧台上没人的 嗯 就全靠自助 哈哈哈哈 呃 因为他是环保嘛 所以好多东西都没有啊 什么洗漱用品什么 洗牙刷什么的都都都没有啊 呃 当然了这个这个道 这个道不值得呃 呃 那个呃 说什么 因为毕竟这是环保嘛 啊 但但整体上面 这方面的消费 我觉得也挺高的 作为一个旅行者来说啊 哎 那么我当然我自己也有比较 新加坡也是这个问题 呃 住宿还还还都蛮高的 当然新加坡我住到一个 我住到一块地方啊 两百九十人民币 也有独立洗 这个这个叫独立卫生间了啊 我有一次在视频当中出现过 我只是没跟大家介绍了啊 这有高有低 嗯 以后大家要出行新加坡 出行澳大利亚 跟我联系啊 我可以 我会给大家提一些啊 呃 旅行的一些 一些些 呃 心得好不好 嗯 心得心得 就说到这里了啊 呃 我就是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北调麻飞 看得出在哪吗 哈哈哈哈 你是 你是一个侦探 小侦探啊 呃 有的时候很难 很难 就是根据现场 能够能够了解到哪个地方 不过你还算是比较仔细的啊 希望你能看出点破绽啊 呃 要不我再给你露一点 就露一点 没什么露 啊 呃 给你露点吧 唉呀 让你好破案 哎呀 哎呀 再翻点出来 再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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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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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啊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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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翻点 哈哈 好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